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截至目前 勇士的智荣大名单已经有13名拿着标准合同的球员 考虑到他们大概率会留下一个智荣席位 保证球队智荣的灵活性 勇士在新赛季开始之前 可能还会在市场上考虑签下一名球员 不过 作为参与了勇士四次夺冠之旅的功勋 安德烈·伊格达拉基本确定会离开勇士了 再见勇士 离队桥顶 很有完美落幕的机会 迈尔斯跑路 你也该很难起到什么作用了 这段时间 勇士新任总经理迈克邓利维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期间 他谈到了有关于伊格达拉的问题 在过去这个休赛期 伊格达拉决定回归勇士 赛战一年的时候 他明确表过态 称已经结束的这个赛期是自己的最后义务 球迷们也很关注伊格达拉的去留问题 对于伊格达拉 邓利维如此说道 我感觉他应该有一些自己的事情要做 但是 他有我的号码 我的手机会一直为他保持畅通 我之前和他有过交流 所以我们再看看吧 我们不会关闭他回归的大门 但是我猜的话 他不会回来了 他还没有正式宣布 可我认为那不会发生了 邓利维的表态比较委婉 面对功勋老江 他没有把话说死 这也算是给伊格达拉足够的面子 但是从邓利维的话语中 基本可以确定 伊格达拉会选择退役了 只不过这个决定 勇士会让伊格达拉自己来对外宣布 实际上 伊格达拉在此前跟随勇士 拿到个人职业生涯第四座总冠军奖杯之后 他就已经做好了功成身退的准备了 时间再往前推 和热祸结束了大合同的时候 伊格达拉就已经认为自己应该离开赛场了 只不过当时勇士连续两个赛季 无缘季候赛 扩里又明确表示 希望勇士能引进一些经验丰富的老江 而伊格达拉自然无法拒绝 以勇士球员身份退役的结局 他当时回归勇士 是很容易预料到的事情 然而 夺冠之后 伊格达拉再次被库里 格林等人拉回来 这多少有点让人没有想到 特别是在夺冠后 格林在采访中明确表示 伊格达拉正在弄一些风险投资的专案 他已经准备好离开篮球赛场了 结果 包括库里 迈尔斯 勇士前总经理 科尔 格林等勇士核心成员 纷纷给伊格达拉打去电话 生生把伊格达拉给拽了回来 当时为了回归勇士 伊格达拉考虑了很长时间 回归之前 他花了一定的时间 去处理他场外的那些投资事宜 回归之后 伊格达拉也明确表示 这个赛季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年 当伊格达拉决定回归的时候 球迷还是很支持他的这个决定的 尽管大家都知道 伊格达拉的作用已经不在场上了 但是他在季后赛对维金斯 小佩顿的防守之道 还是为勇士的夺冠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加上他在勇士队内的地位 不少球迷都期待着伊格达拉 能够继续承担勇士更衣室领袖的职责 很可惜的是 伊格达拉没有达到勇士的预期 上不上只是其次 毕竟大家都清楚 伊格达拉的油箱里 已经没有足够的油了 可没有稳定住更衣室 这就让伊格达拉显得很鸡肋了 从训练营格林拳击扑尔 伊格达拉在中间获悉尼 最后靠着卢尼的表态 才让格林进行了道歉 稍稍缓和更衣室氛围 倒计后赛普尔 库明家先后态度消极 首轮抢期还得靠库里站出来 恳求年轻人把心思收一收之后 伊格达拉的作用 就已经非常微弱了 他没有做到勇士对他的期待 没有起到更衣室领袖的作用 如今 麦尔斯已经拒绝了勇士的顶心合同 选择离开 伊格达拉会是下一个 彻底离开勇士的工区 这个休赛期 已经没有什么讨论 伊格达拉该不该回归的声音了 这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伊格达拉之于勇士 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了 科尔忙着美国南篮 征战南篮世界杯的事情 格林此前一直努力处理着自己的续约 克兰已即将面临提前续约 麦尔斯更是离开了勇士 没有什么人被报道出去 挽留伊格达拉 后者的离队退役 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伊格有望回归 即前赛赛程出炉 科尔花式吹炮 上赛季开始前 勇士老将安德烈伊格达拉 曾透露 这季会是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义务 希望能有一个完美的句号 然而 常规赛末期 伊格达拉在对阵太阳时 不慎遭遇手腕骨折 这使得他赛季报销 季后赛只能作弊上关 眼睁睁看着球队 在分区半决赛 被胡人4比2淘汰 赛季结束直到现在 伊格达拉始终没有宣布退役言论 这让不少球迷颇为关心 伊格达拉是否还会回归 今日勇士总经理小邓利维在接受采访时 谈到了伊格达拉的情况 小邓利维说道 什么时候退役取决于伊格达拉自己 他可能有很多事情要做 但这个夏天 我们与他有过很棒的交流和会面 我们告诉他 球队大门永远向其敞开 晚些时候 勇士随队记者Manti Pro跟进报道称 伊格达拉告诉自己 上赛季的经历有些遗憾 他在犹豫是否应该 以如此不完美的方式接触生涯 同时库里等人也一直在劝说 伊格达拉回来再战一年 种种迹象表明 伊格达拉回归可能性不低 对于勇士而言 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虽然 伊格达拉的禁忌状态下滑明显 但是经验尚在 他能帮助勇士球员更好的成长 并且到了季后赛关键时刻 更值得信赖 同时 伊格达拉可以有效维系 勇士更衣时的团结稳定 看看他能否和勇士再去前缘吧 即前赛赛赛成出炉 今日勇士官方公布了球队新赛季 季前赛的赛程 季前赛揭幕战 10月8日早上8点半 勇士将在主场对阵上赛季 把自己淘汰出局的胡人 10月14日早上10点 勇士将飞幅落神机 继续对着胡人 10月16日早上9点 勇士将在客场挑战上赛季 季后赛首轮 与自己陆战7场的国王 10月19日早上10点 勇士将回到主场迎战国王 季前赛收官战 10月21日早上10点 勇士将在主场迎战由 新科重用文班亚马领衔的马次 虽然季前赛有些无关痛痒 毕竟不算战绩 各个球队 球员也不会拿出 全部的精力来应战 但对于勇士来言 却是个很好的练兵机会 一方面 勇士重将可以在季前赛 调整身心状态 从而为常规赛做好准备 另一方面 这个休赛期 勇士经历了重大的人事变动 迎来了保罗 约瑟夫 沙利奇 波杰姆斯基等心员 需要抓住季前赛的时间 来进行阵容调配 和建立化学反应 科尔花式吹炮 今日 勇士主帅斯蒂夫·科尔 在接受NBA特带截 目的连线采访时 谈到了球队今下的 最大影员克里斯·保罗 科尔说道 我曾经非常讨厌保罗 因为他所在的球队 一次又一次 和我们在季后赛竞争 并且每次 他都能打出好的表现 这真的令人生气和头痛 但很高兴 现在他成了我们的一员 保罗在快船和火箭时期 有过多次较量 虽然胜率很低 但是确实给勇士 带来了不小的阻碍和压力 随后 科尔还大加赞赏了保罗 他说道 你知道的 保罗是有史以来 最出色的控球后卫之一 他技术全面 并且对比赛的掌控能力 和带动队友的能力 是现象级的 很幸运能够得到他 不得不说 科尔不愧是语言大师 吹起人来 真是一套一套的 也希望他能尽快 找到保罗的使用说明书 让他在勇士的战术体系中发挥作用 8月3日消息 日前 勇士当家球星库里 在播客节目中 谈到了前队友杜兰特 他表示 自己从来没有恨过KD 他一点都没有亏欠自己和勇士 杜兰特曾经在勇士有过一段辉煌时期 帮助球队夺得了两个总冠军 个人也两次获得FMVP荣誉 但是在2018到19赛季 杜兰特却与追梦格林发生矛盾 追梦一句 你来之前 我们就是总冠军了 让杜兰特寒心 加上勇士队内 队子也尽可能回避 没有想办法去化解这段恩怨 最终杜兰特负起初走 加盟了拦网 谈到杜兰特时 库里表示 我知道 所谓一个男人 一名运动员 他不欠我任何东西 他不欠我们球队任何东西 当时他离开的处境 就是他自己的决定 我确保我能对他敞开心扉 关于我对他的看法 所谓一个人 一个球员 我很有信心我们能赢很久 如你所说 但是归根结底 他做出了离队的决定 我个人方面完全尊重他 很感激我们一起所取得的成就 我对此没有任何怨恨 就过去四年而言 自从我们一起打球之后 过去五年 有过竞争 有不同的叙述出现 就我们所取得的成功而言 他努力却夺得又一座冠军 你真的不会对此太投入 因为你有自己要担心的事情 率领你的球队 确保奉献一切 我被所有这些 联盟所流传的篮球打法 分散了注意力 关于流行打法的叙述 即使当他来到赛后的庆祝派对 这本身就是一种姿态 他不知道那里有些摄像机 他不知道我在拍纪录片 他就是现身向我表达爱意 因为他在我打破三分纪录 那个时刻承认我的伟大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对我而言 维系这样的关系很简单 我们无法外出太多 一起交流 因为距离 有太多那样的事情 但是我对他没有任何怨恨 对此 网友们纷纷表示 应该把22年总冠军给杜兰特呗 谁想看到他受伤 大家都拼了命想拿总冠军 库里一直带伤 克莱受伤躺了两年 鲁尼骨折也是火速复出 勇士小团体 也欠了詹姆斯三个冠军戒指 你怎么不提 没有杜兰特勇士少两冠 没詹姆斯 勇士得少三冠 到底孰心孰住 首先 有无杜兰特勇士都拿过冠军 其次 杜兰特在勇士时 并没有跟在蓝网一样过度使用他 杜兰特也澄清过 勇士没有任何人 强迫过他付出 他离开 仅仅是因为格林那句话刺激他了 离开时 库里当时还在中国行不远万里 特地专飞一趟去找他 可以说 人之意见 面子都给足了 库里真的胸怀大 KD在网上真性情那么多次 一句坏话不回应 佩服 再说一遍 勇士是库里的球队 杜兰特是临时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去远家